新北市英哥是台灣最大的陶瓷產地 有超過千家的陶瓷廠和陶藝店 而這家人一直堅持傳統手作 自產自消 如今傳承到第四代蘇正麗的手中 早期他製作的陶藝品 經常拿下日本各大獎項 讓台灣製陶器作贏日本人 而近年來掀起文創鋒 他鄰近一動 把台灣特產水果就劃到陶瓷器皿上 沒想到也大受日本人歡迎 還來不及上架就一金秒殺 蝦子 公雞 螃蟹 還有台灣特產水果 悅然在此起上頭活靈活現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最喜歡我們家的作品 這樣可能是因為他們喜歡彩繪 而且是手工的 每件都是不一樣的 台灣製淘氣 日本人愛不釋手 當時一推出還沒上架就被買走 還成為日本必買伴手禮第二名 水果很受日本歡迎 尤其是西瓜 西瓜我們是用我們家的特色 菸之鴻 她在博物館得第一名的右色 我們就利用那個右色來畫西瓜 日本人喜歡陶瓷 但要做到讓他們青睞可沒這麼容易 而這些陶器通通來自她的手藝 那歡迎艾玲來到我們的麗金鳥 我們往裡面走 走進蘇貞麗的工作室 完全看不出來這裡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 蘇家四代接野桃 蘇貞麗從小就跟著父親在搖廠幫忙 耳濡目染下也產生了興趣 早期創作印象比較深刻是第一個作品 就入選我們那個台灣之前有個金陶獎的比賽 那時候就覺得創作這條路我覺得很欣慰 好像是可以去長期去走的一條路這樣子 像這種右的變化 像這種戴帽的效果 它有兩個右的變化 有一個層次感 用右藥技術呈現出戴帽的色澤紋路 讓蘇貞麗不到三十歲就在陶藝界展露頭角 我是類似用我們的幼藥去表現那個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裡面才加了撒精的幼的部分 這個幼就是我們獨創的 後來蘇貞麗也陸續在台灣日本獲得上百件大小獎 還曾代表台灣拜回日本國寶林墓葬 他因此發現日本每個窯口都有獨特的產品跟技法 我們就反光之後 那我們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我們台灣 然後再慢慢去思考慢慢去主角才發現說 我們小時候爸爸家裡做的一些碗盤 還有一些藍口的碗 像這個杯子有一些藍口 對我的印象很深刻 對陶瓷的愛好在血液裡流淌 更希望能做出代表台灣印象的陶器 他靈機一動把愛吃的水果通通畫上去 他要壓一下然後再拖 你們看到那個葉子是有力量的 比如說像這個西瓜 很多朋友說你怎麼會有西瓜 我說我希望把我喜歡吃的食物水果都畫入 在這個記名把它當作一個畫布一樣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畫布有弧度有角度看似容易 其實很有難度 你不要看一筆他畫原是很難的 等一下你也畫一個 我應該沒辦法 畫碗裡面難度高 因為點接觸比較不容易 用手繪的方式讓每一個小碗 都有自己的個性 對 感覺我是希望把那個橘子的那種酸甜 透過我們的筆把它傳達給客戶 或者消費者了解 所以我們就堅持用手繪的方式 把我們的傳統技術傳承下來 看似簡單的彩繪 其實畫這一個圓是二十年功夫的累積 而蘇貞麗的哪首菜還有這個 現在我要帶你進來這邊算是我的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裡頭有瓶瓶罐罐和一些布袋 看似平凡的小角落 藏著各種不同的天然元素 是製造幼藥的法寶 我們就是會配一下 那個表面用的一個我們叫做透明釉 它主要是藏石還有一些鈣 還有主要的一個天然的元素所促成 配好的幼藥抹好後放入桶子裡 讓它成畫就能進行下一個步驟 這個我們就是叫做透明釉 主要就是在畫好的胚體上 再上一層透明釉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進高溫燒汁 出來之後就是我們的產品 上釉之前還得先攪拌均勻 抹上的胚體才會漂亮 上這個釉主要有一個技巧就是濃度 濃度的問題 我們現在用手下去半針 會有一個濃度 不能太稀 如果太稀的話 那個藥太薄 燒起來就不會亮 有點半年稠感就很OK 因為全是天然成分製成 手直接接觸也沒問題 我們現在這是上釉 這個方式叫做靜釉 上釉完畢 等乾燥就能入窯 放進窯後得等上一週成品才會出爐 或許是等待的時間長吧 也讓蘇貞麗能思考更多 這幾年除了創作之外 就是說其實對我們的生活 半下腳步來 對一些很多細節 很多事物 我們應該用心去體會 去感覺 你會發現跟我們原來所了解的是不同 要靜下心來的秘訣 蘇貞麗有一套方法 就平常我會在創作之前 就會先喝一個茶 那如果說自己一個人 今天心情還不錯就可以 就可能會喝一個抹茶 在茶室沉澱心情 或是招待朋友 蘇貞麗有自己的儀式感 也很懂得品茶之道 對 這個叫自也有 一般我們都是在喝抹茶之前 那個我算主人家會把 比較漂亮的那一面 然後這一面對著你 然後會給你奉茶 把喝茶文化與陶藝結合 也為工作室增添層次 賦予更多意義 日本記者特地來我們立金瑤 刊登我們家的那個作品 然後吸引日本人從日本專機來我們 音歌 不管是觀賞用的藝術品 還是好看與實用兼具的陶瓷器名 蘇貞麗的作品都有大量死眾粉絲 像胡瓜他有收藏我們家的金色作品 還有鐵紅柚 然後那個陶晶瑩他們也有來收藏 我們家的碗盤系列 復古系列 蔡琴他也有 也是喜歡我們家的碗跟盤子 蘇貞麗專注創作 姐姐蘇貞麗負責銷售 有時候也會幫忙出點子 像是把復古碗盤縮小 做成迷你版本 也是來自他的發想 原本這小碟子 他有畫很多圖案 像這個過年特別做的蘿蔔 他代表好彩頭 蘇貞麗也透露原本開店 只想開十年就好 沒想到一黃眼 二十一年過去了 外國客比本地客還多 他兩個顏色加在一起 能燒出這個層次感 是超不容易的 而且他非常的均勻 所以受到日本的肯定 然後我們在日本得到特選賞 獲得數不清的獎項 蘇貞麗也終於在2020年底 正式入選要通過四個關卡 才能獲選的公益之家 今年那個文化部有辦了一個 公益之家的競選 那剛好有幸我入選 這一次的公益之家 那這現場是由我們行政院長頒發的 成為國家認證的公益職人 蘇貞麗依舊沒有鬆懈 保留傳統也拼創新 把這個商品用我們傳統的技術 透過我們的轉化 然後把它變成一種文化商品 然後推廣到不止只有台灣 現在已經要往世界的方向去前進 未來的目標 蘇家四代也逃超過百年 繼續跟著時代的腳步 為傳統記憶注入新生命